如何评价烟手棋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上前和下线差距很大的球员 这种起伏不仅表现在整个赛季里 甚至在一场比赛中也会有明显的变化 比如它可以有抢断之后的压哨塞分 也有还受5秒想发动快攻 直接将球传到对方手中 反而对对手压哨打中 可以挡拆之后面对守成队的中锋 急停跳投大击 也可以和队友撞到一起 眼看对方空篮命中 甚至有时欠缺了一点运气 一个精彩的面对双人包夹突破之后的上篮打中 随即自己做出了坏人的手势 我相信艾伦和纪维都任何的球员实力一定不差 27岁的首帝即将开启自己的第七个赛季 时间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俱乐部愿意再去三年